赵洪波,你给老子滚出来 爸,我这腿受伤了,没法滚 上次从二层厕所逃生之后 赵洪波就一直在医院躺着 爸,出啥事了 我问你,我们集团账户上的三个亿 你拿去干啥了 投资啊 我看你就是个败家子 你管张家那档子是干嘛 还去跟叶十三撒币 我看你是真的傻币 爸,你说这话我就不乐意了 张家只是我的一颗棋子 我的目的是搞垮叶家 爸,你别看叶家比我们赵家有钱 但想搞垮叶家的可不止我们赵家 陈家的陈子勋 周家的周文斌都准备入局 帮着我们一起搞叶家 还有其他一些家族 比如王多多,夏拙爱等人 也准备入局 我们的资金盘绝对比叶家大 只要叶家敢继续烧 他们可以直接等死 他们同意入局 钱哪 应该快到了 我去催一下他们 你还打个锤子的电话 你被叶十三耍了 你说的这些人已经入股叶十服装了 怎么会这样 周文斌 王多多 夏拙爱这些家伙 怎么会给叶十三投资 从今天开始 你在家族的特权被我取消了 每个月给你两万块的零花钱 你好自为之吧 爸,你听我解释 我还可以 好你个陈子虚 周文斌 赶耍老子 老子要弄死你们 叶少 刚刚家主打来电话 赵家那边表示 资助张家的事与赵家无关 是赵洪波一人所为 赵洪波现在被取消特权 赵家那边希望能和解 甚至与叶家结盟 家主同意了赵家的请求 行吧 赵家倒还是挺聪明 结盟的话 我们叶家资金 就能渗入到赵家旗下的产业里去 建好就收也行 兄弟们 这段时间辛苦了 今晚去团建 KTV唱歌去 好嘞 叶少万岁 呀 这不是林毅同学吗 怎么今天你有钱来KTV找乐子了 叶 叶夫 怎么又遇到了这个在新 你们也团建 哇哦 这位兄台真是一表人才 腰上还悬挂着劳斯莱斯的车钥匙 应当是打家的少爷吧 林毅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的这位朋友 不介绍一下 兄台 我先介绍一下 我叫杜江兽 是林毅的同事 咱们这就算认识了 诸位不要误会 我跟林毅不熟 我靠 我就说嘛 林毅这种loser 一件九块九包油的体恤 能穿一个月不喜的人 怎么可能认识土豪 你们待在这干什么 要不要去包厢 红英姐 哼 原来是叶少爷 果然是百闻不如一剑 英俊潇洒呢 可能是容貌还行吧 比赵小姐欣赏的林毅 还是要帅那么一点 林毅是我手下的得力干将 自然比不过叶少 只是这人吗 看的还是本事 不知有多少顽固 将父辈的家业化作乌有 不知有多少草根 白手起家 最终笑看风云 叶少当之 王侯将相 并非生来就是贵种 说得好 说得妙 林毅同学在古玩地摊 认出 秋燕落霞图的本事 我可钦佩着呢 秋燕落霞图的事 我好不容易快忘了 你又就是重提 真当自己老实人好欺负吗 秋燕落霞图 这是居然是真的 咦 少小姐 原来是陈少跟周少 叶少 我们还要团建 告辞了 希望日后能有机会合作 叶少 我感觉赵红英这女人 似乎对你有意见啊 人家亲爱的是 林毅那种才华合意的人 我不行 我只有钱 叶少 别装笔了 你特么哪方面不比这林毅强 我看赵红英这娘们 单纯的就是家族被你搞亏了钱 所以怀恨在心 其实叶十三也没有说错 原著中赵红英 确实欣赏有才华的男子 才会被林毅所征服 哪怕是同父异母的哥哥赵红波 别林毅弄死在了厕所里 他也不惜与父亲为敌 死保林毅 最后 他竟然还放下一身骄傲 跟白苏苏一起嫁给林毅